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镜脑枝也想不清楚缘由 从学生到社畜接触的圈层 人机往不同 自然而然就会有了不一样的感悟 这一年以来 从事设计师岗位的肖战 亲身体验了被人肉被判罪责 入眼于前五年 2019年秋爆红 燃起做事业的新想法 年轻一代的思想与世俱进 战战的转型里又挫折和成长 折黑的恶意贬低 重巢 喷子无良人士的歪曲事实 小飞侠开小灶百威与君共苦 杀出了一条击败黑子的血路 15年的夏天燃烧的少年 是他进入演艺圈的第一步 那时候他是歌手迷上了表演 他开始沉迷于表演 后来慢慢的醒悟了 生活中任何风景都是艺术热爱表演 认定方向就成了他五年闯荡娱乐圈的标志 19年的秋天陈全力低开高走 魏无羡和蓝忘记的友情 顿时刷遍了各大平台 肖战火了 代言综艺找上门了 他没表现的多高兴 而是用轻松的心态迎接着磨难 他的自身修养职场 懂得谦让 这些都是遗传于爸妈 该是也吃了大亏 还好他挺过来了 不去抱怨 做设计师的时候 努力的完成 假以双方客户的需求 做演员的时候 就尽力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奔走四方 在这之前 特意阅读了打工仔 肖战职场心得 作文里面输入他对于人生职业责任 价值 难题目标等各方面的解析 文风洋溢着一种深沉感 肖战的个人感悟被描述的是淋漓尽致 在路上奋斗的肖战 对社会有人性化的感悟 曾孤独的创业者 北飘族 实习生 再到青年演员 闯出了另一片天 做些什么 该如何的过好每一天 像是一个伪命题 我认为肖战不是打工仔 而是闯入者 因为他的到来 半圈经济追星文化深入讨论 就像是登山一样 肖战一点点的完成了梦想 冲上了彼岸 认识他的半年里 我了解他优秀 充满光环的一面 熟知了他孤独勇敢担当的一面 却不了解 他竟然是身兼五重身份的 谁说他是打工仔 粉丝说他是无处不在 演员真诚虚心 非科巴出身对待作品务实 获得了多位导演的夸奖 一步一个脚印 对角色认真 能够挑适合的剧本 懂得该和怎样的人物相遇 陈秦令 魏无限 庆云年 颜冰云都有残缺 但是他完成了很棒 歌手 创作之陆星虎 艰辛 灵感来了 一涌而尽 缺乏了焦头烂额 陈秦令一路爆红 演唱片尾曲 2020年 趁着网报期间 写下了销量1.2亿 共敏感很强的光点 振奋人心的语录 激励人往前走 2019年落 红眉赞 竹石等特殊类型歌曲全网传唱 优雅的嗓音 温柔的男友音 是小灰侠见不到他唯一的 戒掉思念的方式 歌词的昇华 初心不改的情感 酝酿出了应手手 别有情调的歌 设计师 大学时期专业课在读书时期 肖战曾经创业和哥们一块搞工作室 那会儿他知道 能够用双手画出想要的东西 给客户传递不一样的视觉感 使艺术更加有韵味 包括之后在绿洲 微博晒出的手绘梅花图 每一副栩栩如生 他的微博头像 送开小灶的logo 工作室的站字 都是来自于本人亲手设计 摄影师 估计很多人忽略了 先前微博看他拍的一些风景图 relog特专业 表现出了优秀摄影的特质 若是不做演员 当摄影师 开一家摄影坊 其实也能散发出特殊的光芒 工艺大使 这个成为对于战战小飞侠本人来讲 那是故意客套了 他们本身就是一群有爱心的人 捐的善款帮助的人 回馈方式都是很暖心的 这不单单是来自于他本人的光环 也是他从高中起做公益 关爱自闭症的孩子 当用演艺圈 就用小金库 17000元 瑞流浪猫 半置了100个猫窝过冬 遗留的记忆 一件事情做久了 不求回报 有人理解 追随便是余生最好的陪伴 面对风雨 他会不顾一切的往前冲 哪怕摔的粉身碎骨 面对供应活动 纵使黑粉 瞄的再黑 坚定信念去完善 物资 生活用品 捐助给苦寒之人点燃光亮 面对困境 仍旧记者有难处的穷人 所以他不是打工者 他是千年闯入者 用精彩的生命 谱写了一曲华丽的乐章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便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